在2004年,四川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 已经结交了北京的周公子 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 之前刘汉是数着走 现在横竖都可以走了 你看在同年04年10月25日 也是刘汉过生日的这一天 刘汉在四川成都 你看云顶夜总会举办的生日宴会 当时邀请了云贵川各大老板不过来 回首当天晚上从七点半玩到了晚上十一点半 这一边你看四川有一个博能公司的老总 跟刘汉呢整得挺近乎的 这天晚上他俩就推杯换展呢 你看博能公司有一个大项目特别的赚钱 刘汉也相周了 那么他俩一推杯换展 你看刘汉借助自己的实力 加上周公子的面子 加上这个博能公司老总 当时喝的有点多 跟刘汉就属于说铁哥们了 穿一条裤子了 把这个相簿跟刘汉呢 就秘密的到会议室就给签上了 您看这么一签不要紧呢 他们可得罪了一个 四川大名鼎鼎的一个大姐大 叫做李小梅 那么当时呀 李小梅将近十二点 已经接到他的内线打来的电话了 内线这边直接就说了 没讲 不好了 博能公司那个大项目已经 老总啊 已经跟这个四川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 给签上了 现在在哪哪哪会议室了 正在签署 这么李小梅这一天 什么 行 我知道 我马上就过去 李小梅什么意思呢 之前这个博能公司的老总啊 已经跟他口头协议 这个项目给他了 今天居然跟这个刘汉签上了 我得去 当时这个李小梅 马了十个保镖 那李小梅的保镖啊 他不是社会的棋子 而是那种特种啊 就兵啊 马了十个 开着三辆这个商务奔驰 也就来到这个会议场了 回首当时你看这边呢 刘汉这边门口占了两个保镖 屋内呢 刘汉跟这个博能老总正在签署呢 这边刘维在屋内领了三个保镖 这边博能老板领着秘书 加两个随从 也就这么多人 这边你看 李小梅当时把门口吩咐这个特种啊 就兵 把门口这两个保镖直接咔嚓别动 直接咔嚓就给干晕了 回首就进到屋内了 啪嚓就进去了 给刘汉他们都吓一笑 李小梅当时 让这个特种啊 就兵拎了一袋子啊 那那种特产 一袋子 啪啪的 啪嚓往桌 往桌子上一摔 直接朝这个博能老总就说话了 说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言而无信啊 对不对 之前已经跟我说好了 今天把项目给刘汉了 当时博能老总还没说话呢 直接就告诉不好意思啊 这个大姐你出去一下 我们正在签这个协议呢 李小梅讲话呢 我就冲这个协议来的 你再碰碰一下 你再往前走一下 刘威当时能灌毛病呢 外号风骨流尾 巴刹就上去了 这边特种啊就兵 咔嚓来个过肩塞回首 你说身后的三个保鞭 也给干倒了 这边刘汉就起身了 说你什么意思啊 啊 你是谁啊 这边博能老总就有点害怕了 就说 跟这个刘汉说了一个悄悄话 说他是这个四川的李小梅 你也不起啊 刘汉讲话呢 李小梅什么呢 我有什么也不起的 啊 当时刘汉就要拿起电话 打给周公子啊 寻求资源嘛 你看这个时候 李小梅吩咐这个特种啊就兵 直接上去 把刘汉电话也就躲起来 告诉刘汉 今天不许打电话 马上把你们签署的合同拿出来 给我作废 然后你再打电话 你打给谁都行 这边你看刘汉就不得 啊 这边特种兵直接就给摁枪角了 拿不拿 今天不拿就把你废 当时没有招了 博能老总就把这个合同拿出来 李小梅就给作废了 回手把刘汉放回来 刘汉当时你给我等着 直接把电话 半夜十二点送给了周公子 周公子当时不是参加这个生日宴会 喝多了在酒店的吗 你看 这边迷糊糊把电话也就接了 喂 哥我刘汉 知道怎么回事啊 哥我葛这个博能公司老总正在签这个合同 大项目 这边李小梅过来给我搅局 并且把合同给我作废 把我们的音都给打了 当时周公子迷糊糊一听 谁呀 李小梅 当时就惊善了 说我梅姨 啊 我梅姨 现在在你身边了吗 你借过一些说话 刘汉说怎么 哥你怎么叫梅姨了 你借过一些说话 宅没宅你身边 刘汉说宅我身边 我借过一下说怎么回事 哥 你别问怎么回事 赶紧的 给梅姨道歉 这个合同作废就作废 你就跟梅姨 你也叫梅姨啊 你就跟梅姨说 今天是你的生日 啊 那个不好意思啊 就是原谅你了啊 原谅你一次 什么话你也别说了 合同就作废就完事 当时刘汉也没敢多过问呢 直接说行哥 好 巴扎就挂了 直接给这个李小梅 就倒上签了 说这个合同我不敢签了 然后李小梅啊 也跟刘汉握手言和了 也就走了 啊 这个合同 当天晚上跟李小梅 也就签上了 回首 咱们说这个李小梅 为什么周公子和刘汉都怕他 李小梅啊 是属于什么段位呢 跟这个周公子 他爸 周大老板呢 那有密切的关系 而且还跟这个周大老板 他的职 职校的合作伙伴 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你看 这个刘汉呢 他只是 这个周公子 这个层面以下的 这个关系 而这个李小梅 那是 这个周公子他爸 周大老板 这个层面的 所以说刘汉 包括周公子 他都演不起 那么这个女人呢 他们以后遇到都得要着走 就叫做李小梅 这本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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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啊